那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 我心里已经有这个人 自打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安医生就开始了各种猛攻模式 这不 约小白攀岩都不忘记撒狗粮 表白心计 生命不该浪费给不重要的人 重要的人在身边就够了 但是这么好的气氛 却被不该出现的人打破 原来这个女生是小白 介绍给安医生的相亲对象 她明白安医生的心意 毕竟这么明目张胆地撩搏她 她还是有点心动的 但是她自身有问题 她觉得 只要是接近她的人 都不会有好事 安医生这么好的人 不该因为她而再次受伤 我本身就是一个大麻烦 她既然受过一次伤 我可能就会给她恶毒伤害 我还是以朋友的立场 陪她身边这样的要最好 所以 今天这个女孩 她想介绍给安医生 但是安医生这么精密的人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冷落寒霜的脸 拒人于千里之外 女生根本不敢接近 于是 女生瞬间转移目标 小白同学也不错嘛 安医生更冷了 恨不得把女生身上 冻出个窟窿 其实你对我来说 我只是变成 虽然我反正那边 就随便 随便什么 随便 不要有一些自己 疯什么的 男生女生对我来说 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只对我想要的父子 那你最喜欢 两人回家的路上 一个紧急刹车 小白又开始陷入童年的噩梦 他仿佛又回到 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父母为了赶回家陪他 出车祸身亡的时刻 安医生赶紧停车 抱住陷入痛苦的小白 也许温暖的怀抱 真有安抚作用 小白慢慢地平静下来 还讲述了自己的悲伤童年 而安医生也明白了 为什么小白家的灯 永远是亮着的 对不起吗 两次都把你家灯都关了 没事了 反正会关我家的灯 你只有点 也许是今天受了惊吓 小白喝了很多酒 安医生明显能感觉得到 他今天有点不同 但是这样的月色 这样的氛围 安医生很想和他表白 其实让我觉得很可爱 很想等我 除了医生跟病人的关系 我还想 成为你 不要 他讲这个样子 现在表已经断片了 表面上看起来很清醒 其实记忆是零 如果再跟他讲 很重要的事情 我建议你再找一天不上吧 结果第二天 小白又不知死活的 领来了一位女生 安医生真想打他屁股 问问他 到底有心没有 小白感觉的气氛不对 结束治疗 就想跟着女生赶紧溜了 可想而知 安医生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我不需要你帮我介绍病患 我不知道你是装傻 还是认断片 我像你傻子一样 林果 是 把东西放着 你跟卷叔休息 站长 等一下还有 我把东西放着 我稍微先翻讯息给你 有没有看到 对 我觉得你应该要找一个 懂你珍惜你 也愿意陪在你身边 那个对的人 但我甚至觉得 你值得被好好对待 我这么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 我心里已经有 这个 有 那个人 是觉得 怎么 两人气氛正在焦灼 话题的主人公 真就出现了 说曹操曹操到 这是出现 情敌的节奏啊 小白同学 你可长点心吧 小白 感谢观看